所以应该怎么做呢 所以各位可以想一下 这边应该做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呢 插入函数 逻辑 如果 如果什么呢 如果 什么用曼时 月份有没有 月份不同 二月跟三月不一样 所以曼时 这边可能要曼时 哪个的曼时呢 就是A2的这个曼时 就是我那个上面那个储存格 的那个月份 一月份嘛 所以这个曼时回来应该是一 如果 他的月份不相同 不一样的话不一样不等于 不等于什么呢 他这个 把 上面那个日期 有没有 把它加了一天试试看 有没有 如果这个 原来的这个月份 跟加了一天的月份 如果不相同的话 那我给什么 给没有东西 对不对 就是不要让他显示 反思的话呢 那我就 再放A2加一个要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如果什么呢 我那个 A2的 月份 跟把它加一天之后的月份 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我就 给他空的 反思 如果一样月份的话 所以不等于 所以底下FORCE一定是等于 那我就把A2加一 然后按确定 向下 向右看看 放开 看会不会解决问题呢 放开 各位有没有发现 好像大部分 这个已经都解决了 因为月份不一样 全部解决了 但是 这个地方 不OK 为什么不OK 因为 我们用A2做逻辑判断 对不对 到这边的话呢 变成B30 那B30 里面呢 你外面 加一个month 去取得里面的东西 可是你却给他的是一个空的 那空的他就是说什么 你给我的资料有错误啦 你怎么可以 你应该要给我的是一个什么 日期的资料啊 可是你为什么给我一个空的呢 所以他这边是一个叫抗议 你不应该给我一个没资料 所以呢怎么办 影响好 我把它去掉 可是我们前面有讲过 如果 发生错误 的讯息 我如果不要让他出现的话怎么办 还有影响吗 对 所以这边的话哦 你可以多做一个动作 把这个公司怎么样 剪下来 但是不包含等号 再插入一个什么 ifl 然后把刚刚的公司贴到这边来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呢 那就给 没有东西 这样子的话呢按确定 再向下 再向右 这样子的话就 大功告证 有点麻烦 没有 主要是 练习啦 这个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应该